Hello同学,欢迎收看ASEP凯页数学 再来叫做函数图形的解读 也就是你要看得懂这些图形代表什么意思 选项我们等一下再看 我们先看题目 fx和gx的交点叫做-52 好,记得 这个的坐标它叫做-52 那什么意思呢 其实f-5等于多少 f的-5 当x-5的时候 它整个的值就叫做2 那我问你g-5等于多少 反正g-5也通过这个点嘛 所以当g是x是-5的时候 x是-5的时候 它的值也叫做2 好,所以其实f-5跟g-5答案是一样的 但是你从-5往右边开始跑之后 也就是-5往右边 这个区块,黄色的区块 谁越来越大 f啊,对不对 f是不是越来越大 所以如果我今天问你-5之后是-4好了 如果我今天问你-4 f-4跟g-4 你跟我说谁大 比较高的人比较大嘛 所以-4假设在这里好了 这两个谁大 当然是f-4啊 对不对 那-3呢 当然是 当然也是f大 所以-3、-2、-1都会比较大 OK吗 所以从这边往右边都是f大 所以这个区块我们都会把它称为叫做 当x大于 这是-5哦 当x大于-5的时候 fx一定会大于什么 gx的 好,再来 第二个状况 当我说 f-5往左边 也就是x越来越小之后 谁大 当x越来越小之后 你知道f-6跟g-6 谁大 负6底下嘛 好,负6假设底下 所以g-6是这一个 f-6是这一个 你会发现g-6是比较大了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当x小于-5 也就是从那个点 那个焦点往左边之后 这时候的fx跟gx 永远都谁大 g比较大 好 老师把这两个部分 这整个图形的观点讲给你听 那我们应该就可以来选题目了 选答案了 来第一个 f-5跟g-5 诶,负5跟g-5 不就是一样吗 这个应该要等号 不对 再来f-15跟g-15 g-15是往左边这边 g越来越大嘛 因为g比较高 所以b是对的 好,b是对的 我们再来看c f-15跟g-15 f-15是往右边黄色的区块 所以f-15比较大 再来 f-0跟g-0 好,f-0跟g-0在这边 这是f-0 这是g-0 是不是也是f-0大 所以c跟zo都不对 答案只能选v咯